国服在拳击手出了之后 环境算是真正的开始多样化起来了 怎样一个多样化 是卡组更多样了吗 不是挨打的姿势更多样 因为技能都要扣血触发 对吧 那你让我流血了 那不流血怎么办 那就碰瓷 什么掉血从自家卡组生孩子的 什么掉血从自家卡组外生出来的 不是亲生的黑龙 什么掉血卡组鸟的 什么掉血卡组摸狗的 甚至还有个带毅力的碰瓷 就啥也不图 那你碰个啥呀 那就碰着玩 每个四千零一血的背后都有一声 这傻逼不是上分累累的英雄的懊悔 就掉血越多场子越大 场子越大掉血越少 所以血越多血越少 之前考虑的是怎么扛住一回合不死 现在考虑的是 什么体胃挨打最舒服 他不开始生于忧患了 他开始温饱私淫欲了 这就离谱 这不是什么不同世界的角色 同台竞技 这是不同领域的碰瓷高手交换心得呀 你碰的什么词 我碰的路虎 我碰的宝马 我碰的灰熊 对的 碰瓷时候被断缸着灰熊坦克 直接碾死的也不在少数 正常的不打 还好一拳下去 对面多个四星场子 再触发个技能 下回合必定是一波暴战 这属于是啥呀 属于是一拳把自己给打死了 这我说 这不果然翁吗 这不巴鲁斯吗 这不半则直输吗 欲强则强挨打上王 谁还傻乎乎的打过去呀 一个个手里 编了个拳击手的 开始空城计了 手里没东西 卡手的也开始空城计了 甚至这卡座里 压根就没带拳击手的 都开始空城计了 游戏王的性质 从我手里有啥 变成了你以为我手里有啥 叫死了什么 信其则有不信 则不要 游戏王也开始玄学了 那大伙都什么样 嘿您不下东西 对我敢瞪言 那我也瞪您 古人云 当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 深渊也在凝视你 当你觉得对面是个傻逼 不知道你手里 实际上没手坑的时候 对面可能也是这么想你的 MD玩家过来一看 虽然知道 国父进度出的 漫连零百都没出 但是原来连怪兽卡都没出 不懂就问 这是游戏王吗 不这是杀戮尖塔 但是根据广义相对论 这大伙都防拳击手 等于大伙都不防拳击手 大伙都带拳击手 等于大伙都没带拳击手 这也就是环境现状 拳击手他无用化了 这不轻易出手了 出手了那就是该斩杀了 这拳击手他就没啥机会下来 保命的东西 因为卡手反而成了送命的东西 但是这又不敢不下 这万一那边是个愣头青呢 其实也没事 被蔡逼打死了 可以美名取悦蔡逼克高手 就好像过去和一个玩白银城的哥们打牌 他丢完陨石 连锁龙射灯 把陨石当靠死的 这手就很高手了 他不仅解放了全场 甚至连衍生物都不会伸给对面 然后我C3就把他陨石给指了 在他发问 为什么我不止狂识中的声音中 念叨着蔡逼克高手 念叨了两星期 讲个笑话 木只能指到陨石 不带拳击手 骗到了 那就是资源赚麻 没骗到被对面戳死了 那也是蔡逼克这高手 精神上你输不了 给人的感觉 在现在的环境里 如果不是能斩杀对面的情况 这脸大伙也都不乐意打了 但是你不带又不行 带了又卡手 突然想起来 我过去青眼的少女不带白龙了 反正带不带对面都以为你有 那你还带啥呀 什么叫做公敌为下 公心为上 就好比想了半天才盖下去的卡 多半就是用来骗疯的 心理战也是游戏王的一环 很喜欢某位红红主播的一句话 你别老是说对面玩的多菜 你吃了我十几张红坑 你来你也急 不过只能说是让大伙都防着 也就证明了这张卡的强力 就好像强托这类红坑强了 也就导致现在黑魔导六五中 英雄妖先兽的都是炸后卡所上位的 这一倍炸的强托这类红坑 它的用武之地也就变少了 所以这卡越强卡越弱 但至于卡越弱 那就确实是弱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请务必三连关注一下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鼓励 我儿亲狗 我们下期再见